继续其他的新闻还要再带你来看 西方援助的首批F-16战机终于飞到乌克兰上空了 而且开始执勤任务 另外上个周末乌克兰再度派出无人机 打击俄国境内的油槽设施 并且摧毁存放导引航空炸弹的仓库 俄罗斯黑海舰队也再度受创 一艘潜舰遭到乌军飞弹击中 当场沉入大海 乌克兰在重挫俄罗斯黑海舰队 周末成功以飞弹集成一艘俄国潜舰 遭殃的是2014年起 服役的基洛级柴电潜舰盾河畔罗斯托夫号 也是俄军黑海舰队中四艘可搭载 口径巡应飞弹的潜舰之一 这艘潜舰其实去年9月就曾遭乌军用飞弹攻击受损 近期一次修复完成 却还是难逃被炸成的命运 俄罗斯黑海舰队至今有三分之一受损 但上个月俄罗斯还是照常庆祝海军节 但参与阅兵的黑海舰队船舰被发现 只剩两艘 分别是水星号呼卫舰和格里格洛维奇海军上将及巡防舰 整体规模明显大不如前 俄罗斯境内莫罗佐福斯克机场周末也不平静 一个存放导引航空炸弹的仓库遭到攻击冒出巨大火光 另外俄罗斯贝尔哥罗德库斯克和罗斯托夫三个州的燃料和储油设施 也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锁定攻击 现场浓烟飘散还一度下令民众紧闭门窗 不过在乌东前线战场 俄罗斯人对战略高地查苏夫亚虎士丹丹 并对主要的枢纽干到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所在区加强进攻 俄军一度也想尝试突破乌东库拉霍卧一带的防线 幸好都被一一挡下 乌军也成功靠着高精度联合职工弹药 帮忙粉碎俄军 如今等了好久的F-16战机也终于到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自在抹住基地上 见证F-16战机在空中飞行 他身边停放的战机 甚至已经映上了乌克兰金色三叉戟的国会标示 左轮司机证实F-16战机已经开始执行任务 唯独数量和受训的飞行员仍不够多 但预计两者未来都会增加 先前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就曾分析 若美国没有进一步放宽乌军使用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打击俄国境内 那么F-16作战范围就会受到限制 目前数量上也无法得到彻底的发挥 不过这至少象征乌克兰空军进入历史性崭新阶段 慢慢接轨西方 旅新闻综合报道 我国空军的E2K预警机战场角色吃重 但是机体的受限即将在2028年届满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军方再度积极地向美方要争取采购更新型的E2D 除了解决后勤支援中断的问题 而这款预警机强大的搜索能力 的确也不是光靠升级就有的机种就能够追上 战备道起降演练 空军E2K完成整部迅速重返天际 机背的原型雷达是这款预警机 外形最大特征 也是不可或缺的空防之眼 现在我们在国军建构的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Data Link的共同作战图像 那这个东西 E2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指管的一个节点 它能不能借由 它把这个雷达站拉到高空以后 借由它的涵盖 知道对方不管是飞弹或者是飞机 有入侵的状况 提供给决策者做适当的对抗 对应 那所以说它对这个影响是非常重的 如果低空大概就是超三四公里 以内我才看不到 因为高空的话可能最远 差不多200多台 大概是大空 所以在这些范围之外 都需要这个营养机 从这个地方看到 如果看到钓鱼潭里面 它就很需要营养机去 潘顶我国既有预警机的阵容 其中四架中华民国限定版的E2T 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服役 到了二零零四年接受原厂升级 和同一年添购了两架银岩两千 后续通称E2K 不过到了二零二八年 机体受限届满 即便有望比照F16购改升级 仍然有其极限 如果没有有跟E2T的话 大概你用E2K 是提升另一个二十二的话 它大概也只能 按照现阶段的雷达的能力 来提供这些空情而已 并不会增加的更有 那按照目前 他们的P615 P617据称 都有接近两百公里的射程 如果它是由逆中战机来携带 其实要发现它 传统的E2 要发现它的距离会比较短 E2T是目前是全新生产的 因为它整体的架构 已经上来一几方 也不一样了 那飞机的气动力外形 其实也有一些改变 E2T先进阴眼 除了动力增加 全数位化驾驶舱 和得以实施空中加油 性能上最大的要劲 莫过于改采主动式 向位阵列雷达 使得有效搜索距离 可达550公里以上 连带增加了 对逆中战机的侦测能力 以及战场指管 它具有联合接战能力 CEC它的功能 它可以由A来发现敌人 而B来发射飞弹 C来导引飞弹 所以它可以做一个统合 空中的大脑的一个角色 法国 日本基于战力需求 近年先后选择采购 台湾其实早从2020年 也将其纳入强军蓝图 就差临门一角 我所了解的上一次 没有通过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这个经费也没有通过 然后而且太贵了 当时美方报价6加E2T 金额上看23.6亿美元 如今我国空军希望搭上日本增购 而出现了产线顺风车 同时减量采购争取预算能成案 兵贵申诉还有定个考量 后来拜登总统上阵之后 在华府的高阶文官 他们都主张要采用不对称作战 所以在拜登总统任内的军售 都是以出售软体作战系统 这一类为主 政局影响政策 载台型的军备采购契机 是否将随着美国大选变天而松绑 建案需要时间 军方显然已将各种可能 纳入评估项目 当国际军备市场 类似的物件有限 偏偏共军正致力于 新型预警机的研发生产 在事业等同设成的现代战场上 谁先获得技术优势 谁就能多一分 嚇阻自信 TVBS新闻罗石鹏耶斧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